歡迎大家來到哈佛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 校友關係與職業發展部門舉辦的講座活動 今晚我們很榮幸邀請到了吳玉賢女士 為我們帶來一場關於國際學生在簡歷製作 以及實驗中的經驗介紹 這次很榮幸受邀哈佛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的邀請 還給學生做一個job search的講座 這次他們會邀請我是因為我在美國已經有20多年的經驗了 另外我不但有一個business management的博士學位 我還在美國的紐約上市公司做他們的高級主任 管理主任做了大概三年左右的時間 我現在也是美中教育文化教育中心的創始人之一 那所以我曾經當過學生曾經當過老師曾經當過被interview的人 也曾經當過在hire的人 所以我對於每一個方面都非常的熟悉 那這次呢我幫這邊的哈佛大學的學生做這個講座 主要的是包括好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講跨文化之間的溝通技巧 然後再來是講說怎麼去製作簡歷還有cover letter 那另外一個當然最重要的是講說 面試的時候大概會問到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我們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回答問題 那當然呢還有就是面試之後我們應該要做什麼 怎麼去跟這些公司negotiate 或者是怎麼樣去say thank you 那這些都是一般中國學生比較不太了解的部分 因為大家在學校裡面嘛就不太知道說怎麼樣去跟公司裡面的人溝通 公司裡的文化還是很不一樣的 那在這個這次事實上是我第二次受邀做這個講座 第一次是在上去年11月的時候 然後這一次是在3月 那兩次的反饋都非常的好 我收到很多學生的郵件還有很多人當面來跟我道謝 而且學生的確是有很多的問題 因為在之後呢學生還是繼續發郵件問我說 請我幫他們改簡歷啊或者是說給他們一些feedback 說cover letter上應該要怎麼去寫 然後還有包括有一個學生是在面試前的15分鐘給我打電話 希望我當場指導他 然後他當時我給了他很多的信心 然後他也非常的開心 然後跟我說 然後之後他跟我說他還在等 但是當時他覺得做得蠻好的那個面試 所以呢我很高興能夠幫助到哈佛的學生 也希望以後有更多的機會再回來 然後繼續做這個講座